一開始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故事概念 當時其實是講一個男鬼 然後要冥婚的這個故事 然後那時候就其實非常想要做喜劇 然後看到這個概念就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一路包括從角色的職業 像是譬如說他原本是一個親道夫 我們把它改成現在曲方向飾演的那個角色是一個刑警 像是包括一些犯罪啦 懸疑的元素 或者是另外一個角色其實是鬼 所以我們又放大了一些靈異啊 驚悚的東西 但其實更重要其實是我覺得 景榮寫的一些情感面的東西 尤其是在最後其實我們真正想要表達的 才是真正想要整部電影想要說的 就是在愛的面前我們其實都是一樣的 然後所有的喜劇都是悲劇加上時間 然後包括我覺得我們的電影也是 其實你想想看如果毛毛的人生沒有死掉 他跟他爸可能一輩子很難再從桌吃飯 所以我覺得大家覺得的喜劇其實真的 往內心深處想其實都是悲劇 只是我們在電影裡面有機會把它轉換一個形式 把愛這件事情放在生死面前 就會覺得說對 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沒有任何比愛更重要的事情 好